歡迎回到 午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帶你 我 真相 趙華 怎麼說路頭看白日 扁扁只是人怎麼這樣不一樣 我跟你說 我聽了那麼多悲慘的故事 我只有一個想法 與其在台灣當打工仔 你不如去杜拜當乞丐都比較好 是嗎 我跟你講杜拜最近發生一個 非常誇張的愛心事件 有一個男生 不要以為杜拜沒有窮人 杜拜當然還是會有一些可能 收入沒有那麼高的人 對 他一個男孩子他去住院了 住院之後他很孤單 家人都沒有來看他 他就上推特發了一條文說 我又窮又病又孤單 我好難過 誰理你 你自己住到醫院去 自己顧自己 什麼 俊相 你也太冷血了吧 不然咧 我跟你講杜拜的富豪 在推特上看到的時候 整個同情心都湧起來了 他們就紛紛地衝到醫院 想要看這個可憐人 結果富豪們一去嚇到了 整個醫院 你看到沒有 幾十個富豪排成兩列 在醫院的走廊 你要看病人 要排隊耶 我是知道 杜拜是很有錢 富豪很多 什麼 永遠沒問題 你看推特準備要去送暖的是吧 因為他們都太有錢了 他們沒有想到 我身邊居然有同胞 陷於這種又苦又病的狀態中 趕快去幹嘛 送花 然後送錢 還有呢 拿著那個食物喔 鮑魚啦 牛排啦 親口切碎了 慢慢的餵給那個病人吃 昏起 無神無神耶 有錢的富人 相繼的跑來這裡 還來晚了 你看看 早就已經站兩排了 我跟你講 後來還發生什麼事 打電話給醫院動用關係說 我是某某親王喔 現在輪到我了喔 我現在不要排隊 我要直接插隊 就是一個 動用關係耶 你說的窮小子發了一帖 推特 結果來了一大堆的富豪 那些富豪還把它佈置得 說真的以台灣的眼光來看 有點恐怖 這好像要三鞠躬的地方耶 因為花真的送太多了 對 所以說這個奇觀在杜拜 還有你不要 你只要被杜拜的人愛上了 說真的 榮華富貴想不盡 我們台灣有很多家長 不是有生出可愛的小朋友嗎 對 左左右右啦 巧巧啦 我跟你講他們可能還不夠可愛 因為杜拜的富豪沒有來找他們 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這一位 混血的小蘿莉 他是南韓混菲律賓 現在目前是住在南韓 好可愛 你看這個大眼睛 超可愛的 他叫畢亞娜 他的媽媽也很會經營 就把他平常唱歌 你看 做可愛的動作 PO上網路 真的超可愛的 對不對 我跟你講 我們稱讚他 他才不屑 因為杜拜的富豪看到這段影片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寄出邀請函說 拜託 你們全家來杜拜玩好不好 你們不帶來玩 我招待你們幹嘛 住五星級的飯店 小蘿莉可愛的這個模樣 也能啟動他們的愛心 對 住五星級的飯店 全程招待 他真的去了 去了 全家都去了 然後跟所有那種千萬的跑車 一起拍照 還不止送他Tiffany的那個首飾 送他LV的包包 他全身上要從眼鏡到手機到包包 到衣服到鞋子到襪子 全部都是名牌 蘿莉的這一段路 講得跟夢一樣 可是他是真的 真的 然後他的父母也不避諱 就說前前後後收人家多少 兩三千萬台幣的禮物 是不是 所以我說 被杜拜的富豪看上 真的就是發了 還有在杜拜呢 你去做一件事情 你也可能發了 就是搭公車 搭公車什麼了不起 杜拜喔 你看他們的交通狀況有多可怕 因為每個人平均有三台車子 三台車子還不外乎 裡面有一兩台會是那種超跑 所以每到上下班見風時刻 大家開上路就塞得一塌糊塗啦 百分之百人幾乎都開車嘛 他們只有10%的公民是坐公車 可是這樣的交通狀況 你買了跑車你也飆不起來嘛 爛透了 所以政府就規定 來吧 大家來坐公車 如果你願意一個禮拜都坐公車 你有可能被贈送四公斤的黃金耶 聽過這種事嗎 聞所未聞 鼓勵人民搭公車 然後送你黃金 要搭一個禮拜 對富豪來說很辛苦耶 那還不容易一個禮拜 我們搭四年我們也搭 是不是 所以 寧願到杜拜搭公車當乞丐 也不要在台灣當打公仔就這樣嘛 所以他們就開始倡導這個搭公車 而且不只黃金 總共有825萬的禮物要送給你 那再來呢 台灣那個生小孩補助多少 3萬5萬 奶粉還給你漲價 對啊 不敢生 氣死了 去杜拜生啦 如果你是杜拜公民 你生一個小孩 送你一棟別墅 你看喔 他們的福利是這樣講的喔 如果你初次結婚 就免費先送你一棟別墅了 而且還怎麼樣 獎勵台幣大概250萬的結婚津貼 恭喜你結婚了 所以什麼生育補助 不必 什麼房地合一不必 直接別墅就送給你 好 當你生了第一個小孩 再一棟別墅 大概佔地是30坪 30坪是第一層 就是一層的 他可能是三四層樓上去的 你說結婚先送你一棟 是 生的第一個寶寶 再送一棟 再送一棟 而且你以為只有第一個寶寶有嗎 生越多給越多 你生10個給10棟 生20個給你20棟 毫不手軟 直海提醒了 因為我們蓋房子速度 可能沒有那麼快 所以你生太多的話 你可能稍微等一下 可是一定有 不要怕 不要急 等 等五年 十年也等 而且孩子從出生那一天開始 你就可以一直去領每個月的兒童福育金 福育到他國高中為止 這樣子你是不是才會想要生小孩 所以生了小孩再去搭公車 我就有別墅 也有黃金 對 而且所以現在不只我們 連對岸的同胞都很心動 因為他們在網路上就流傳說